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2日 今天海外的希望资深 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人事动向 也就9月10号 总机委网站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 政法委副书记叫戴相辉 因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接受调查 他说这件事 令人想起此前报道两条消息 这两条消息是够猛的 也就是7月15号 中共宁夏官媒报道 陈庸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 当委委员专职副书记 以前我讲过陈庸 陈庸是辽四大毕业的 大连辽四大 马兰村的学校 我原先有一度住在那附近 所谓很熟悉的地方 陈庸曾长期担任中纪委要职 任监察部副部长 先后在重庆北京两个直辖市 担任常委纪委书记 2016年陈庸就一下空降到了重庆 去干人吗 去抓人 去了之后 孙政才就2017年去就被查了 这是因为陈庸曾经在借水银行工作 他是王岐山的嫡系 派去抓人 这是肯定 那么说是在陈庸出任宁夏自治区 专职副书记的当天宁夏日报 还有条消息 也就是宁夏党委委员 常委 政法委书记 政法王雷东升 转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秘书长 赖交任自治区 常委 政法委书记 也就是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我看他得出的结论不对劲 这希望自身 因为他是法轮功这个系统的 他们对这个江泽民是非常痛恨的 我也很恨江泽民 但是你光恨没有办法 这里边这个动向 他就讲了 他说 有的时政评论家认为 陈庸此次任宁夏专职副书记 而且宁夏政法委书记同一天惯人 很有看点 陈庸空降 从庆不到一年 孙政才就落马了 陈庸此次到宁夏就职 加上江西背景浓厚的雷东升被调任 由从庆来的赖交接任政法委书记 预示着 接下来习近平可能要动江泽民 曾庆红的人 我这个事 可能我认为不太靠谱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想 这个宁夏这个地方 他抓的到宁夏来抓的官员 那只能抓地方官员 对不对 除非那地方官员 你有证据显示 他和这个曾庆红家关系够体 但是你看看现在 这个宁夏 一二八手 他们恰恰 不是这个 这个西家军是肯定的 但也不一定就是 江泽民的派系 也不一定是胡锦涛的派系 给我的感觉好像 现在的书记 陈运儿 他是男性 还有个女的 鲜辉 他们两个人好像 合作挺好 一男一女 搭配 好像是不像有的省事 两个人矛盾很明显 他两个矛盾不明显 而且他们两个人 不论是陈运儿 还是鲜辉 似乎都是不前不后 派系色彩不是太浓 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宁夏肯定最近 习近平不放心 为什么 一个是宁夏比较远 偏远 第二 他们两个都不是西家军 那习近平肯定心里 睡不着觉 肯定是七上八下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 他多疑 而且还有更关键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马上 19月6宗全会招牌 接着就是20大 20大 尽管习近平可以 私下里面 找一些人 找一些各个省事自治区的古怪 就是他稳妥的习家军 在里面 故意的就是 为习近平造势 但是你毕竟得走 党内的民主程序 党内不是他有程序吗 虽然这个程序是假的 要走 他是按照一个省一个省 来分这个单位的 就是省里面 布局的时候 也就是投票能不能 就是说 跟风 关键就开那个省里书记 一把手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呢 习近平就想通过 反腐败这个利剑 就想把这个 这个 这个反腐败这个矛头 要给这个地方官员 就是宁夏地方官员 施加压力 主要是对准这两个人 我认为 因为现在你看 今天中纪委网站 发布了一条消息 非常重要 就是宁夏开展工程建设政府 采购领域专项整治 终点案件下沉堵办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官员腐败都是这个特点 就是你在哪个地方 当官 哪个地方的这个大干快上 经济建设那个大的工程 都被那些领导给拿走了 那陈运人也好 还是邪会 这就看是不是两个人 联系怎么样了 就我估计官员都有问题 问题是 那个问题暴露没有 那就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就是搞工程建设项目 这个采购这个领域 要专项整治 这个就等于变相 像习近平讲内蒙那样 倒查多少多少年 只不过内蒙 习近平是盯住了这个胡春华的底细了 讲的直白 宁夏没有讲的很直白 那么你看这个中纪委这篇 网站有这篇文章 后边他有一个就是很大一个数字 讲到今年 就现在 这个宁夏的 就在这个所谓的 专项整治当中的 这个做了一些大的动作 他说专项整治中 宁夏坚持三步一体推进 在建章立志上 还下功 都处相关部门 制定领导干部插手 干预重大项目登记报告 加强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 指导意见 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主动 公开标准目录 等等 他出这么多的文本 他用这个词就什么意思 说是 住牢防火墙 修复防 就防洪坝 截至目前 宁夏坚废止 就工程建设 采购 这个领域相关制度 76小项 等等 他的意思用这个制度 来限制官员 蒙取私立 但是你想他在那 当过当地 那么多好的项目 他肯定还是要整事 整各种办法 要把这个工程 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三清六雇 所以不想赚钱 是不是 他挡不住 肯定这些腐败非常严重 他这一次 提宁夏这个报道 放在一个 加上黑体字 放在药文的第一体 那证明 现在的确是 要在宁夏 要有大动作 要抓人 那么有没有可能 抓这个陈月儿 看他这个个人简历吧 陈月儿 他是一直是在地方 调来调去的 你看他 在江泽民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很早 他就踏入官场 那1992年的时候 他就在湖南 湖南地方工作 到了97年 他当了楼底地委副书记 行属副专员 那官员上升也很快 99年 你看 就在湖文时代之前 他任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副厅长 党组书记 向谈市委副书记 市长 还有向谈市委书记 那么也就是说 你说他是曾庆红的关系 那只能说在这段时间内 和曾庆红哪关系 对不对 你等到了湖文时代了 你曾庆红就不好使了 是吧 中国的官员一查又一查 但是现在美咖的网上流传有关 曾庆红就和这个 陈月儿 有勾兑的故事 现在看来没有 对吧 那么紧接着 你看 到了2006年 到了湖文那个时代 他是03年 到了湖文那个时代 他就开始 在相谈当书记了 那么到了 这个湖文那个时代 是06年 他49岁受到了重用 长沙市委书记 就是一个副部级的 在长沙干了6年 一直干到13年 就习近平那个时代结束了 习近平时代开始 那就是湖文那个时代结束了 那给我个感觉 如果要对准他 抓他 那是因为他是 这个湖文重用的官员 有点类似像那个 就是赵正勇 这个角色 这就看他摊了 没摊 没摊当然好了 摊的话 肯定是因为这个事 抓他 到未必说是因为曾建宏 所以这个 我认为上述这个报道 着急了点 我也恨江泽民 最好给江泽民 把人抓钱 捞江头给他救出来 是吧 但是好像不太对 那这个陈云人 你看13年他从湖南调到黑龙江去了 调黑龙江以后 在黑龙江干的时间不长 16年他干了三年 他又到河南去了 到了河南 这个是在习近平这个时代 你看19年又把他调到了宁夏 也这个人好像是还是比较稳健的 在哪里干都没出什么太大的事 又不是和这些派系的关系 又不是够铁啊 这么一个人 应该讲还是比较 如果不贪的话 应该是比较正派的 而且还这里有一段故事 说是 说是他在20136月 离开多年的湖南 调到黑龙江的时候 在交捷大会上 讲讲话还竟然哭了 很动感情的哭了 他留恋湖南 他看到这个地方 比较练家吧 给我的感觉这个人 那这是陈玉儿 那么现在他在这个 确实在这个宁夏 那是收眼这天了 还能把这个贤婚女哥们拢落挺好 两个人没听说闹太多矛盾 如果闹矛盾的话 肯定就会有一些报道就会出来 现在看没有 你再看贤婚 贤婚更有意思 他是在甘肃省 一直是个地方官员 他下乡知青 他是很早年 1978年是考上大学的 这个和我是一届的 那么他当官呢 在这个统战部工作了 这个25年 就在甘肃省统战部 一直这么一个官员 2000年就呼吻那个时代 他提升 提升为什么老干部局长 为什么叫让他干统战 和当老干部局长 你可能想象一下 他跟他这个女性 这个温和 就可能挺会出事的 就是这个八面玲珑 四面都可以关系出号 所以叫他红老干部 老干部高兴 是不是 那到了这个05年的时候 他就挂置在兰州市委书记了 副书记 然后15年升副省长了 那到了习近平的时代 提拔了 是吧 16年 就是宁夏自治区当委副书记 这是刚才现在 他给我感觉 你好像不是派系色彩 这个那么浓 而且你看宁夏日报 我经常看这个报道 好像也没有 就是说 这个过于的显示出倾向性 你像那个李鸿忠拍马屁 讲绝对忠诚这套东西 好像宁夏也不是太这样 他也是给我感觉 就是好像各个派系 都能够接受他 什么江派了 胡派了 就西派 上面就要怎么干 就怎么干 我估计这么一个领导干部 关键是就是他人没谈 如果腐败有 现在又不是西家军 那可能习近平派这个陈勇去 估计肯定是要大动作 要大动作 一旦抓人 肯定实现了就是这一二把手 对不对 不会是其他人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